现在在北京卖房还真不好卖 2023年6月份以来 国有和股份制银行先后调降了存款利率 并借此带动贷款利率下降 以金融手段刺激实体经济复苏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房地产行业 按理说每次金融利率下调应该是好事 但是却有置换的客户表示北京卖房太难了 置换就是改善型的 小的换成大的基本是这样 或者有偏一点的往市中心这边转移的 有一个人说我卖房一年亏损了200万 有一位女士姓娇 姓娇的女士 她在旺京西园小区 有一套两居室 当时的挂牌件是1025万 旺京西园分三期和四期 然后应该也有一期二期 但是我知道就是三期和四期 三期里边住是谁啊 田镇啊田镇开一辆银灰色的小奔驰啊 我见过他 然后还有那个影帝张寒宇啊 也住在那个西园三区啊 我们就不加忘经两个字 我们就叫西园三区 还有那个说相上的 跟郭德纲打过那个名誉 名誉权官司的那个汪洋啊 汪洋跟我哥曾经很熟 是朋友啊 汪洋刚来北京就住在我们安定门 就住在我哥 开牛肉面馆的那栋楼的楼上 所以他演出完了什么的 回来在我哥那吃点饭啊 经常跟我哥也素素苦啊 吐吐苦水啊 还有西园三区 还有我小学同学啊 我们班啊 小学的一个班长 他爸爸是这个 这个总政的这个军事博物馆 总政系统的军博的少将 是一个政委啊 这个还有啊 四区从那个门 三区的门和四区之间 有一个马路啊 过了马路往南是四区 四区有我的两个初中同学 啊 他们俩原来是男女朋友 后来吹了 然后那个分别都结婚了 很巧 先是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是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长 他跟他后来的丈夫 就是在那个四区买了一套房 哎 后来没多久 他原来的男朋友 就是我的另外一个男同学 他是工商银行某一个支行的副行长 他也买了一套二手房 一个三居 哎 巧了 一坐电梯 这俩老情人啊 也是老同学 碰上了 感情住同一栋楼 同一栋楼啊 这真是巧合 哎 所以说啊 就那边我很熟啊 嗯 挂牌价 一千零二十五万 焦女士 当时的焦女士 找了小区 楼下的中介 还专门请人吃了顿饭 啊 请中介的业务员 你给我上点心 对我好点 我着急卖 因为着急换房 想让中介给上点心 是吧 吃了谁 吃了人家嘴短 拿了人家手短啊 都是这样 中介的小伙子信心满满的 婴下了 好嘞大姐啊 包在我身上了 看我的 哈哈 我给您露一手啊 我肯定给您卖把子力气 没过俩月 带了一位客户来看房 对方出价 一千万 啊 当时是一千零二十五万 砍下来 二十五万 定金一百万啊 给定金一百万 娇女士想卖的房子是东城的啊 这个华冠立井的三居室啊 她想把望京的卖了 然后买东城的买城里的房子 可能是因为这个交通便利啊 这个商业啊 包括医疗啊 岁数大了 人得看病啊 所以城里的房子还是比较的保值 哈 他那个降价的空间还是小一点 是吧 他那基础比较的夯实 那么手里还差一千万左右 由于召集换房 答应给对方降价一百万 但就在谈判的时候 对方又提出 现在购房资格不够啊 可能在北京没交社保什么的啊 得用朋友的名义购买 将房子落在朋友的名下 啊 我知道有一个河南人 他在燕郊买房 他也是在燕郊 没交够是三年还是五年 好像三年的社保 后来用了他亲姨妈啊 用他亲姨妈的那个名义 买了一套房 在燕郊那啊 所以有这种情况也有 但是反正就有风险啊 容易产生变数 这种事情在北京的房产交易中 也不罕见 焦女士答应了 但约但约到后来 焦女士逐渐发现事情不对劲 这位客户的朋友 先后通过中介联系了这个 他两次啊 提出要给房产更换姓名 而且两次要更换给不同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焦女士觉得对方不是正常买房自住的人 应该是炒房客 怕后终 麻烦就拒绝了更换姓名的要求 结果经纪人私自 在买方一个人的名字 改成了两个人的名字 焦女士一怒之下 打了12345投诉 才暂停了网签的权限 这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卖房了 但买方要求他支付违约金 一番折腾下来 焦女士费心费力 加上打官司 亏损了将近一百万 这就叫鸡飞蛋打 是吧 这个叫什么偷鸡不成 反而十把米 你碰上这么一个人 是吧 这个交易就不成功 你就凹桃 你就倒霉 是吧 别扭啊 这次卖房的经历 对于焦女士来说 姓焦 焦头烂额 是吧 是心惊肉跳 他原本想着赶紧把房子卖出去 好支付自己看好的 他是置换吗 他是那种是吧 改善型吗 房子的款项 结果遇到了这么不靠谱的中介和买家 对有些小中介 他对客户的背景调查 他不做 或者说他为了成交 为了拿这个中介费 或者说他为了 是吧 就是有时候做一些这个不合规的事啊 他有的时候中介也跟买家呀 或者跟卖家合伙 那坑人 还有的那叫凶宅 就是里边死过人 死过人倒不是事 你要正常死亡还好 有的是非正常死亡 自杀的什么的 还隐瞒 但是后来有的被人知道了 跟有时候跟邻居一聊天 后来有的就 有这种案例 最后打官司 你得赔人钱 这房子人家不要了 你还得赔人钱 还有北京前些年 有一个黑中介 好像是东北人搞的 说跟黑社会差不多 还把有的那个 就是比如说 就给你这么多钱 低价 强迫你交易 你不卖 据说把有的房主 从楼上给扔下去了 那还是中介吗 那不是比黑社会还黑社会吗 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中介 还有的那个黑中介 也是东北人 在石井山那边 前两年还有人给我节目爆料 说在北京石井山 有一帮黑中介 他包括他们还结合着一些黑律师 你这个交了这个定金了 或者交了押金了 然后给你轰走 弄一帮这个 这个刺着龙 刺着凤 刺着皮皮虾 刺着带鱼 是吧 打你骂你 吓唬你 给你轰走 那好多在北京的北漂 害怕呀 胆小啊 就搬走了 是吧 有人给我报过料还 那么烦心事 应该还不止这一件啊 说另一边 东城的房子 正在不断的上涨 现在北京也就是东城区 这个西城区啊 加上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海淀朝阳 那个房子还比较坚挺 其他地方都不行 说那边的中介催他了 说姐呀 现在剩的房源不多了 您要是自个儿不着急 我也就不催您了 对呀 中介他就愿意让你成交吗 就在焦女士一着急 啊 说开始查询各种的信用卡 各种的贷款产品 可申请的额度 多方套现算下来 光是利息就得还一百万 嘿 他看着换房的成本越来越高 焦虑到睡不着了 到去年五月份 北京二手房的网签 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七套 环比上个月 比四月份 同期下滑了百分之十三 较三月份 三月份有一个小高潮 两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套 两万多 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四 现在更不行了 市场上的挂牌价超过了十二万 去年2023年一到五月 北京二手房成交了七万两千多套 在五年中 最近五年中 仅次于2021年的 九点一万套 排名第二 买家的观望情绪严重 卖家也跟着焦虑 在这个过程中 一部分卖家 为了下一套房的认输 我就赔了 我认赔 这个降价卖房 对啊 我赶紧把我这卖出去 我好买我那个改善的呀 导致部分小区的楼盘 挂牌价越来越低 另一部分卖家 傲娇 我就不降 不降价 咬牙坚挺 实际上是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说这有一个大男人 被房子给欺负哭了 挂牌四个月 带看 就是中介带着看 十五次 没有有效带看 有时候中介没有客户 他骗你 他找他几个朋友来 在这假装看 制造那个虚假的 那个繁荣 所以这带看 叫有效带看 真的客户 真是有意向想买的 卖房 这有专家说了 卖房有六步 六个步骤 六步卖房法 第一 房子要化妆 哪破了 哪旧了 你给修修补补 甚至做个小装修 这样的 小装饰 优化房子的观感 优化以后 可多卖 百分之三到十 还真是 要人家一进你的屋 一看这房子 特别破 破破烂烂 是吧 有的这个 比如说那个什么 墙皮呀 踢脚线呀 壁纸啊 或者那个什么 那个木地板呀 都都翘起来了 都都那个那皮 是吧 那一看就很破败 啊 或者卫生间的自来水的漏水啊 你这都得修啊 包括马桶 是吧 这些窗户 包括里边的家具 是吧 如果特别破烂了 你得弄一弄 第二 竞品挤兑 竞品 就跟你同 同户型 同类型的竞争 是吧 同行是冤家嘛 如果有同户型 同小区的竞品成交价 那么要主动协商设法去破坏买方的预期啊 给他捣乱啊 然后这个说一些片张话啊 也够坏的啊 破坏买方的预期啊 就说哎 别人想卖多少钱 我这比他高 你还能说出个道道来啊 第三定向售卖 也就是信息差 有一些买房人 并不知道所有的信息 哈哈 要开始啊 不知道信息 看对眼了就会买 那么你的房子要优化 要强化优点 对应买房人的痛点的优点 比如我的房子什么都不行 就离地铁近 就这一个优点 那么就全力引导这一点 找定向人群成交 哎 可能有的人 就觉得我原来我住的离地铁远 我比较疲劳 是吧 不方便 哎 我就 是吧 说白了 把自己这个优点 说成一朵花似的 然后你的缺点呢 就淡化 或者你引导他 给他洗脑 灌输 第四 增加曝光量 只挂一个中介 你找一个中介啊 那是不够的 这普通房源 曝光量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通过多方位 挂出房源 增加客源量等等 除了这些方案 对于卖家 更重要的一点是 不可以被中介牵着鼻子走 现在是买方市场 抱歉 一旦有中介为利润促成交 当然了中介是为他嘛 他跟你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 是吧 买卖俩心眼 这中间还掺和着中介 吃亏的可能就是你 稀缺 有时候比眼下的涨幅还重要 在专家的建议下 焦女士快速的在两个月内 以1023万的总价 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哎 只比原来那个便宜2万 现在啊 据说东城区 就包括老东城和老重文啊 东城区 涨幅最好的小区 分别是安心远 玉树四条 景泰西里 景泰西里 就是那个北京景泰栏厂 就是那个安乐林路 就是永定门外啊 永外就那儿 啊 那个地方 原来旁边还有个北京料汽厂 跟景泰栏厂差不多 原来也是我客户 还有个永外防管所 还有一个北京第一师范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 也是我客户 那儿还有一个浦黄渝的总参大院啊 再往东 就是方庄 往北 就是那个叫玉庭桥 哎 玉庭桥 再往北 就是天坛东门 那儿有一个北京 中国祺院 中国祺院那儿有一个日本料理餐厅 也是我客户 然后往北边 北京丝绸进出口公司 也是我客户啊 然后再往北 天坛东门往东 就是体育馆路 那边都是国家体委的一些单位 还有东唐的胡同 嘿 我在那上学呀 那个那就是米市大街呀 东单北大街呀 二十四中啊 是吧 公安部的信访办呀 就那儿啊 东唐的胡同 还有前门东大街 东小街 前门东小街 前门东大街 还有前门东小街吗 我还真不知道啊 还有官书院胡同 官书院 官书院就是雍和宫 就是国子间 城贤街 它的东边 然后国子间那条大街的东北方向 叫官书院胡同 那胡同七路拐弯的 可窄了 啊 还有金鱼池东区 金鱼池 天坛公园北门 崇文门外大街啊 金鱼池 龙须沟啊 老舍 龙须沟 就是那一片啊 那一片有好多破房子 然后还有点低洼 过去他就是沼泽地 鲁尾荡 就是那些贫民窟啊 所以那个地方 还有南猪肝胡同啊 南猪肝我太熟了 朝阳门内小 朝阳门内 小金 朝内小金 马路东 南猪肝 北猪肝 那有一个中学 是我的客户 南猪肝胡同 还有一个鲁能大厦 山东鲁能集团的鲁能大厦 我们家有一个亲属 在鲁能大厦的一个公司里边 曾经短暂的工作过 好像是卖空调的 还是卖什么的啊 一个公司里 嗯 南猪肝那边 那就 是吧 那边在往南 外交部街 东唐的胡同 美展胡同 西唐的胡同 金鱼胡同 校尾胡同 大田吹井胡同 西拉胡同 就那一边啊 那就往西了 就往南 就是建国门内大街了 啊 然后北京站呀 中梁广场啊 北京市邮局呀 交通部啊 这都是我客户啊 还有国家旅游局 也是我客户啊 还有国际饭店 就那一大片 还有什么 北总部胡同 东总部胡同 北总部胡同 有一个中国连环化出版总社 也是我客户 后来他们又合并了 荣宝斋 荣宝斋也买有东西 就在那个琉璃厂 啊 小杨义宾胡同 这应该都是建内 建内 建国门内啊 糟糠建内 还有甘雨胡同 33号院 还有安定门 东大街 安定门 东大街 就是从安定门 立交桥 就是那个 武道营胡同的 外侧 北侧 沿着北二环 然后雍和宫啊 然后到东志门 拐弯那 到那个北京市公安局的 那个出入境管理处啊 就那一片 还有西兆寺西里 啊 西兆寺 我知道 西兆寺就是那个广区门内 广区门内啊 然后就离那个 呃 原来的呃 崇文区政府 幸福大街 啊 什么裴新街 啊 离那不远啊 裴新街有一个 崇文小学 是一个重点小学 也是我客户 这个西兆寺那 有一个安化楼 安化楼就叫什么 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楼啊 那一栋楼里边 那会儿大跃进入盖的楼啊 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妈在那有一套房子 我还跟他去过啊 这种社会主义大楼 在府城门内 府随镜也有一个 府随镜就是官员的南边 府城门北边啊 那有一个北京第四龙亚人学校 也是我客户 还有安化北里啊 那知道了 安化安化北里 就是安化楼那边 然后他又说让人家啊 这个专家又说让这个焦女士 说他准备出两千五百万 现在还有这种人吗 应该不多了吧 还得忽悠 说买万国城 MOMA MOMA啊 万国城叫东智门拐弯啊 就首都机场 那个高架起来那 东智门桥那 往北 万国城 那就是原来的北京市印刷衣厂 后来有污染 搬到通州去了吧 北京印刷衣厂 原来也是我客户 有两三千人 一个大的国营厂子啊 万国城也住了好多名人 那个谁 庄泽栋 跟他老婆 日本的左左木敦子 就住在万国城啊 万国城啊 当然做那个庄泽栋 去世了嘛 还有风华好景二期啊 等等的 那就不知道了 说他最终在万国城 买了一套三居 这个小区叫洪扇家园 一天之内降价了二十万 洪扇家园 在东南二环 与东南三环之间 一共五十六栋楼啊 一万多 一万二千多户 是朝阳区最大的社区 啊 属于潘家园 我大姐原来就住潘家园 在潘家园住了二十多年呢 后来搬走了 洪扇家园那个特别密啊 标准的塔楼 居住面积高 周围没有什么产业啊 那边有个肿瘤医院 肿瘤医院 对面西边 过了一个那个过街桥 从二环上横跨过去 左岸门 那就是那个龙潭湖公园 龙潭湖原来是个 那就是一个砖窑啊 潘家园就叫潘家园啊 是吧 你像那潘家园啊 晋松啊 垂阳柳啊 大北窑啊 大交亭啊 化工路啊 白白了您呢 不聊了